师父 说 除爱我今未必开示 学佛做人 谨言善行 不可有疏漏 久而久之对修行无益 学佛做人要天虚谨慎 为众生而行 大胸怀虚空热骨 久而久之 慈悲无量 智慧无量 今后你要更好的表法 为众生服务 并带给大家更多的开示 传递正法能量 弟子我双手合掌 心中鼎礼菩萨 接着菩萨继续说道 告诉佛友们 正信正念 不要盲目追求神通感应 而修行偏差 大家应以修心为主 公道自然成 每个人根基悟性不同 人可一个而论 凡事多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窃默体贪嗔痴 烧掉功德 这不是学佛人所为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 随其他人功德 自己也或无量 悲心福德 嫉妒别人 不但消耗自己的功德 还会降低自己的定见 学佛做人要有悟性 而不是盲目的追从 要学习师兄妹的光明 精进和智慧 而不是起任何的比较之心 徒二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 切记 你的想法顾虑 为师怎能不知 还好徒儿聪慧 一定要帮着为师 多传递正能量的信息给大家 帮助你师父 减轻负担 多将你的师父学习 没有自我 众生为我 为师会加持你 你且不必顾虑 护法要有智慧 怎能遇事逃递 为师会和你师父说的 多给你些更深 更深层面的指导 你跟上一层楼 你尽管好好修 你帮为师分忧 为师护持你 你师父也会更多的加持你的 不要有常人的想法 要离开凡尘 以菩萨的境界完全要求自己 为师对你必须严格 你才能承担此大任 帮着你师父 弘法度重 抬忧解难 师徒同心 其力断心 切地 修心修行 不可有 丝毫怠慢 弟子双手合掌行礼 心中感恩菩萨 师父 这是菩萨讲的吗 你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在听菩萨在讲了 你自己 你自己呢 要干净了 你一不干净 你以后就收不到这些信息了 听得懂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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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嗯 嗯 感谢观看